我是超級重度使用者 在我手上經歷過的洗碗機 就是第三台 在這三台裡面 LG可以說是最安靜的 來了來了有 噴水 你聽是不是真的很安靜 我必須要走過去看它燈耗亮 才知道它有在洗碗耶 以乾淨程度來講是最有效率的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蒸氣 也是市售唯一先蒸後洗 再蒸烘乾的洗碗機 第一次是用蒸氣來軟化頑固的油漬 第二次呢是用蒸氣去除水漬 同時幫你的碗盤做二次清潔跟消毒 不只讓你拿得很乾爽 還讓你用得很安心 還有它的十字噴壁 就像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蓮蓬頭 動越多越好對不對 所以它十字噴壁 它的那個噴水孔越多 它可以有更多的水柱 有一些婆媽大家應該有聽過 就是覺得 啊熱水洗才會乾淨啦 用洗劑加上熱水 其實手會很乾燥不舒服 甚至脫皮 那這一些你只要交給洗碗機就好了 洗碗機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可以讓水的溫度 加熱到50甚至到80之間 加上十字噴壁的水柱 只要你的碗盤不是非常油膩 洗劑都不用放 這些足夠溫度的熱水 都可以讓碗盤很乾淨 洗碗機就跟洗衣機一樣 能大就不要小 當你碗盤少的時候 它可以選擇單層洗 當你呢就是碗盤多的時候 它可以上下層一起洗 所以我覺得選大的洗碗機 對不管你家庭成員數 是多是少 都是一個比較經濟的選擇 連洗一次碗就算少的話 你少說也要站15分鐘吧 這些15分鐘你拿來滑手機 拿來看劇 我覺得都好過站在那邊 彎著腰洗碗 我之前用的他牌洗碗機 沒有就是自動開門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這物理現象 就是高溫悶在裡面 當它慢慢降溫的時候 就會結成水珠 那這個水珠會留在哪裡 就在你的碗盤上 那當它沒有自動開門的時候 你就會顯得碗盤比較曬不乾 上面會有水漬 LG這台還有三層的層架 有別於其他的品牌 它是用快欄的方式來放置你那些 譬如說筷子 刀具 在我的經驗上 使用快欄 你沒有辦法塞下你所有的餐具之外 反而不會洗乾淨 那這一台LG洗碗機呢 它有三層 它最上面那一層是最薄的 它就可以讓你放你的刀具 你的筷子 你的湯匙 然後甚至它還可以調整高度 放下你的打蛋器 你的大湯匙 大家都以為洗碗機只能洗碗嗎 我們家所有清潔工具 鋸中刷 鋼絲刷 抹布 我全部都會把它放在洗碗機裡面 熱水它可以把這些油膩都去掉 只要把它丟進洗碗機 就還你一個乾淨的鋸中刷跟鋼絲刷了 自體清潔 我覺得超貼心的 沒使用30次 就會提醒你進行自體清潔的功能 平常洗碗碗的時候 就會透過APP通知你 你的碗洗好囉 相對其他品牌啊 LG的洗碗機 它的馬達 直驅馬達可以保固10年 就像它其他的產品一樣 滾筒馬達也是保固10年 乾衣機也是保固10年 再加上它是便品馬達 所以它非常的省電 像這種高單價的家電 你一用就要好多年 所以在我們486團購 除了可以享有天天價 還有雙客服的服務 有需要的朋友請上486團購購買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擔心洗碗機無法內建家中廚房嗎 LG將派專業團隊道府 親自為您評估 現在就按申請吧 全台灣最大團購平台 最新最棒的家電 都在486團購